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回来到tasty money 现在10点04分 市市越踩越低 现在跌到22,180点 跌到280点 成交161亿 没办法受到外围影响 加息的预期 下一刻令到大家有点惊 内地股市并不太欲酸 见到各别发展 上证和户心都跌大约0.6%至0.7% 小三黄国方面 继续周四有梁杰文和Mike Mike 早晨 是 早晨 心恩 早晨 先和Mike谈谈市 因为我们炒股也要看看市场有没有气氛 今天就欲酸一点 跌到22,100元 可能已经 刚才有和盧志明 Kano聊天 应该要21,500元 才可以上去 可能那个位才是技术位 我问一下Mike 现在外围的因素 尤其是道指太瘫了 所以回落来的机会比较大 这样看恒指的走势 是怎样的 Mike 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到昨晚加息就预了 不过他们就知道 声明就是说明年 可能那个部份会加多几次 现在2017年会加三次 最害怕就是说 资金尤其是在市场 包括中国 资金留下美国 今天看到其实你看到 你看到中国 香港 都立刻都可以 股市出现一个倒数的情况 虽然你说A股的跌幅是比较小 但其实内地的债市都见到一个明显的跌幅 其实都担心就是说 会不会内地是需要跟着美国加息 其实你看到香港 都可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 刷息都升了 短线 我自己看都要避一避 现在跌市就没股价 是的 不止21,500 如果你这样说 可能再会跌得深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跌下来成交又不多 很多又说基金经理放假 或者部署出链 我现在是有点担心 2016年的1、2月是很肉酸的 记忆非常游身 因为通常年头会有年头效应 但是2016年就完全没有 2月份还要是今年的低位 即是记忆所及 明年会不会是一个翻版呢 1、2月都未必那么英俊 要晚一点的时间才会好一点呢 其实我会看就是 看回来这一两天的市况 今早早我都 我都不是那么敢做事 都想看待大户 虽然很多大户都放价 但都想看下订货 订货 究竟有没有人乘户 其实都见到今早烈口低 开到是越跌越多的话 可能22000点 比如说重货区 那些牛性的重货区 可能一定会 穿一穿 杀牛也好 或者根细踩下去也好 那令到就是整个市况 那个气氛那么差呢 你知道我就可能 只集中在一些世界股 很多投资者集中在世界股 但是大家估不动的 整个市况很厉害 跌300跌400 在世界股方面 我自己也要引人手 或者是 保守一点 就不够 不够胆 去入市去帮 但是很多人都问 例如之前有些市 不是那么旺的时间 就买了一些 水价股 在手 其实如果看到市场这样下 是否要立即止蚀呢 如果这样说 即是立即扔回给他 好过在这儿等 但是又未必关于市市的 有时你知道很划算的 是的 我觉得就是看看自己那些 升得多不多 如果你说账面利润都已经很多的话 都知道你说控制住码 控制风险 可能都可以先沽一半 或者沽一点 因为你贪 你的气氛差 或不是受牵连 大家知道 大家都下跌的话 你可以 迟一点 你可以准备现金去执平货 另一方面 就是看看 你的学股 我现在说的都是最幸福 我上个星期都好像 没有看得太好 突然之间一完结了 一收线 就立即单单爆出来 又说在谈卖学 你都很夸张 是的 就是因为我都看到 有些报章都做了个专题 其实 一个星期五天 差不多四天 都说有学股买卖的事宜 但是你平平见到市有气氛差 但应该没了他们谈调的能力 但是现在去 我见你有时经常 写专栏的时候 都会去寻找学股 就是用一些你的方法 去找到一些有机会出售的股份 其实你是有什么特别的浓妙东西 可以教一下我 因为这些除了勤力 都是勤力 还有是有些心得的 是不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都没有什么心得的 对主要是市值小的股权集中的 刚刚最近我也有一个方向 可以找到一些支付当炒的学股 或者是冲击会买卖 譬如大家都知道 那个上市规则就是说 上市之后一年之内就不准买卖的 用股权不准转的 那我们就可能是捕捉到一个时机 就是说留意着那些半身股 哪些是就来上市 九一年或者对 上市那一年的话 就可能拼一拨 它会不会是憧憬到卖 其实最近都有 我自己有些目标 譬如你说 1662以下 又是去年上市的 又是去年年 咦 我见它近年开始发力 移动了 小心一点就是了 其实那个价就下回来的了 但我又见到有些异动 我相信有些人 这些投资者都是冲击主义 一年了 够钟了 可能又可以谈卖学的话 那我自己都在做功课 看看有没有一些 你说去年一月上市 或者二月上市 那你数一下数一下 等下等下 他们一够钟的话 那可能股价已经行前一步了 那它就是15年 12月18日上市 好日子 那是一元上市 那现在就1.21 二合 因为我都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一起上市的新股 是冲得挺行下的 二合都曾经上市 不久都冲过一次 可以留意 一年就就是 Happy Birthday 即是生日会 大家可以像Mike那样 找回 在那段同一段时间里面 上市的股份 即是哪些又买了 哪些可能有机会会买卖 这个都挺重要的 除了这个日子之外 都要看那个 刚才提到市值的问题 因为现在市传 市值都一只核股 主板的就6至7亿 如果是创仔 就是3亿左右 现在二合市值 就5亿9千万 是不是总之 6至7亿的 其实你都会立起来看的 是的 都是一个目标 你博取它 真的买博的话 你加回 每股资产政策 加回那个项价上去 现在说的 其实之前你说很多 成功了真的买博的公司 股价都一直炒到 10几亿 或者10亿 你会见到二合 如果说真的成功的话 你加回上它的项价 接着可能吸引到一些 油资炒作的话 可能在现价上 2元可能会贪心一点 可能创新高 过8过9 我觉得这些水平 又不是说难 其实你见到上个星期 股价曾经有移动 不过已经很快就打回来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可能上面都有些少险货 但是始终市值这么小 还有又快乐生日会的话 越来越多人开始流 我自己觉得都是 你知是亲 可能就是刚刚这个机会 市是不走的 一直跌下来的话 开始就是说 你想买 你想低级就打个机会 另外就先问一下 阿米 我不知道阿米的性格 是不是很冷静派 耐性派 因为买了学股 都要非常之有耐性 因为我有时买了之后 都是纯粹干等 还有注码都不敢太大 因为会压住了 holding power 但是很多投资者 就没有这种耐性 就会觉得 哎呀跌了 我都要止蚀 其实学股是否 那个止蚀的守则 和其他股份不同 还有预计要摆 起码好几个月才能够 有机会真的买到呢 都会是 你可能有个心理准备 当然你说 就算我买 我都不想有耐性 买了我都想要 或者尽快 股价升到 但是可能在克服耐性那方面 我觉得个人的心得就是说 可能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每只买的注码不要那么多先 先买了一点 可能是总入先 你留意住间公司 见到它的股价移动 用了一些技术分析了 见到股价突然之间是 开始成交量突然之间是升的话 你才会再加注 其实这个方法用回在你刚才说 刚刚过去一个星期 有很多学股半学的 例如你说1626加耀 又或者是12万物 港大零售 都见到出光 港大零售都预了它的 有些少少春光鸭的 真的 是 几天的成交多了 股价移动的话 我觉得在这方面又可以 就是说技术分析 见到它出现移动 你才做春光鸭 跟着章光鸭行动的话 可能就可以回应一步 这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查一下 是的 跟着人做鸭仔 我有时都是这样 见到移动才想起它生日 或者才想起它都是 就是学股一只 然后就立刻跟进 很清楚 如果大家买学股 尤其是市场比较淡静的时间 这个学股大传 就是复下这个视频 回去每一次重温 我包你又得着 因为大家同样买学股的时候 就同样发生同一样的问题 但是你怎样去可以 真的坐到最后呢 就是我常常都说 我估计是765威发 跟着你文手袋 真是几毫子升到3元 但真的要很有 无比的耐性才能顶得顶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从中 在麦身上学习一下才能够 先感谢麦 因为今天小炒王 有一只都坐了三年多的股份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长情 多谢麦 这个我们可以 复下它做一个学股大传 今天要留意1662 就是二合的 刚才我跟大家说 要说一下583 恒指跌三百二十几点 三百二十三点 22,133点 其实小炒王也是找回 小炒酒油里面的文章 我曾经在爽暴 其实不问价追来自蓝祖 因为这四个字是我创的 不问价追来自蓝祖而出来的 这四个字 一直沿用至今 大家如果想买小炒酒油 是没问题的 想这个网站是有得买的 网站好像现在 实体书没有了 我看到好像书局 但是就好像三十几元有一买的电子书 那就可以买了 我分成多些电子书 不过我输钱的 就是写书 我告诉大家 那蓝祖是583 现在叫蓝潮 就是583 当年其实因为看中了 公司大股东 郭学年有一批 换股权证到期 你不换就会变废子 所以就有点质疑 为什么它当时不私有化 就贴了一只583 怎知贴完之后 不问价追蓝祖的策略一出 第二天的开市就升了三成 之后中午就停牌 就停了三年多 三年令十个月 应该是2013年的2月28日 还要2月28日 就停了 接着很久都没有服牌 当时我估计它私有化 但它最终不断地出售资产 还有卖了它一幅很值钱的清水湾地 最终现在就服牌了 我昨晚也做了一些功课 找到过去三年零十个月里 大家熬得辛苦 当然辛苦 幸好大家都不会买很大注 但我记得在电台时 有一位股评人跟我说 他买了的跟我 他的数目也不小 买了六位数字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 过去三年多 他收的息已经超过了他买入的价钱 过去这么多年 过去三年多 是派了八次息 差不多两个半 他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七毫多 至到一个八这个位置 所以这三年多 没有人敲我门 搞错了 这东西停牌这么久 因为大家在收息方面 都收回货 我简单说 现在这一只股份 如何处理呢 如果大家手上仍然有在 没有沽过的话 现在什么都卖了 说真的 福地都卖了 其实学估了一只 现在你看看它 两元这个位置 今天也挺发的 其实上到两个八毫半 另外最低是两元 成交金额是两百多万 因为平时一路这只股份 都相当之正局 两百多万就適合它 何车的了 都是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 停了这么久 很多人一伏牌 就会沽掉它 因为不想再等 而且都收了两个半息 现在还有两元 其实就已经赚钱了 差不多一倍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 持有这么多年 我都建议你出的 因为都三年零十个月 除非你的钱很等闲 如果不是 我建议你们都是 拿一些钱出来 可能换一下马 或者再看看它有没有势 所以才再跟进 我今天都历史胜地是好日子 12月15日2016年 等了这么久的股份 亦都是始创的不民价追 终于是赚大钱的了 以及是赢了的了 希望大家在这只股份身上 都能够赢 我现在是两个一 那只南朝控股 遲些有时间就写一篇文章 纪念这个这么优质的日子 我猜不到它会在年底 这些时间就去复牌 即是南朝 大家可以参长一下 好了 小炒王都要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这个就是 保性证券特异的小炒仓